欢迎收看这期的中美大战 美国的F-35对阵中国的歼20 中美的战机第五代的影星战斗机 在今年初在东海插身的插枪走火 之后最近美国的F-35宣布完全退出战斗群和航空母线 急急缩完美国基地下海维修 因为最近美国的F-35发生了一年串的坠机事件 到底F-35美国的影星战斗机 与中国歼20影星战斗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插枪走火呢 听说歼20在这次的对抗赛中 已经把美国的F-35紧紧的咬住尾巴 美国的上校斯帕赫对这次歼20的表达 以作战水平给极高的评价 否则这两架隐形战斗机的不同的构造 首先美国的F-35是一个单隐形发动机 它是采用美国的发电机装上F-35上 而中国的歼20影星战斗机是采用酸发的发动机 他们是采用沈阳的发动机 听说这个发动机是由乌克兰帮中国研发出来的 而美国的F-35它的制造价格是800万元美金 而中国的歼20它的制造价是1200万美金 而美国的F-35隐形战斗机 已经飞行超过差不多30年的观景 所以它的电子作战水平是属于上个次代 可以说是第二代的电子水平 而中国的J-20歼20是不断的球星跟进 所以它的作战水平是属于第三代的电子作战水平 就是说最新的作战水平 所以它们两个战斗机应该是差距差不多一代的电子作战水平 至于F-35与歼20的身体构造 在身长方面歼20比F-35更长 歼20米 F-35是15米 而两肌的翅膀之间歼20也是比F-35长 歼20的翅膀是差不多13米 而F-35的翅膀是11米 而至于F-35与歼20的最高启动重量 歼20的最高启动重量是38,000吨 而美国F-35的最高启动重量是31,000吨 而歼20与F-35的净重量是F-35是13,000吨 而歼20是19吨 而歼20与F-35的最高启动重量是22,000吨 而中国的歼20的总重量是32,000吨 请大家注意 一吨是等于1000公斤单位 而至于F-35歼20的载油总重量 F-35的载油总重量是8,300公斤 而中国的歼20载油总重量是11,300公斤 和美国的F-35战斗机所用的发动机是用PREF & VINIS 就是普惠德和惠特尼的发动机 是一个单发的战斗机发动机 F-35飞行至今已差不多有30年的观景 而中国的歼20是采用沈阳制造的发动机 传闻这个发动机是乌克兰帮中国研发出来的 因为发动机一直属于中国的一个弱项 至于中国在空天上火箭等等 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发生很多的火箭追击事件 后来因为引进了乌克兰的科学家 指中国的火箭 太空在人气一日千里 更能够发生飞行器到火星上和月球表面 而且设立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国际太空厂 独一由中国一个人乘坐 可见乌克兰的科学家在这方面 也是帮中国做了很多的贡献 至于F-35美国引擎战斗机 与中国歼20引擎战斗机 它们的飞行距离 美国只能够F-35和飞行2800公里 这是最高的远程 而中国的歼20是超出美国的两倍半 差不多是6000公里的 扩军式的远程作战距离 而且美国的F-35与中国的歼20 在最高的飞行高度 也是有一定的差距 就是中国的歼20是美国F-35的最高飞行 离开地球表面的距离的33% 133% 就是说美国F-35只能够飞得最高 离开地球表面 15000米 而中国的歼20能够飞开地球表面 差不多是2万米 等于F-35 133% 离开地球表面的最高飞行高度 所以从上面的种种数据 显示是中国的歼20 与美国的F-35存在一定的距离 而且歼20是属于最新的研究产品 以中共的最新引擎战斗机 是属于最新的电子作战水平 而美国的F-35已经研发出来 已经有二三十年 所以说他们之间已经差了一代的作战水平 这正如以前人在听音乐的时候 开始的是用卡带来听音乐 而中国现在听音乐已经用CD 或者用手机来听音乐 所以他们之间的科技距离 差了差不多一代多的距离 至于美国在F-35 已经全球步行在日本 韩国与夏威夷的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的美国基地 中国的歼20 是在今年初开始步行在中国的东海 以南部及北部的战区 这次F-35与歼20的插枪走火 是中国的空警500引导 中国的歼20咬住 美国F-35的隐形战斗机的尾巴 这个吐如其来的出现在美国F-35的尾巴 让F-35战斗机的飞行感到刺青 而且中国的歼20的飞行速度十分的快 差不多是2800公里每小时 而美国的F-35的飞行速度 有称为肥电只能够飞1600公里 一旦F-35被歼20咬住尾巴 就完全不能够甩开 只有会被中国的歼20发射 霹雳15的导弹击弱的命运 而美国斯巴赫空军上下 对歼20给最高的评价 就是歼20的作战水平 以飞机的构造及飞行员的数字 都凌驾在美国F-35之上 虽然他没有说更多的发言 不过意义的称赞可见 在这次的对决之中 F-35吃了歼20很大的一个亏 而且当歼20出现在F-35的尾巴的时候 F-35是完全不知情 而且斯巴赫三校成怪罪 美国的空警飞机不能够准确 给歼20的出现的位置 而且让尖尔林来湖与湖中 不然间出现在美国F-35战机的尾巴 让美国F-35吃了一个很大的亏 通常全世界的隐形战斗机 为什么能够背开雷达的侦查 因为隐形战斗机的构造 以及其身上的隐形涂料 就是说F-35的隐形涂料 与F-35的飞机构造 能够避开雷达网从300MHz到300GHz的微波网 所以让普通的国际雷达无法侦查到F-35的终极 所以这让美国的F-35能够来入自如 完全不能够被世界的维达波道侦查到 而中国是采用另外一套的战略思维 就是从 中国的军方是用 从30到300MHz的微波 维达侦查 而侦查到美国F-35的隐形战斗机的终极 而中国的维达网是采用自主建设的 JY-26维达是中国的第四代米波建造维达 这样侦查隐形战斗机的维达 在全世界来讲是属于全世界的领导者 就是全世界第一 而中国的JY是代表属于机动与异警 而且中国的维达网是用JY-20加上YLC-20 再加上中国的空警500 再加上中国的地表上的地表维达 以中国的歼20构成了一个最新的隐形战斗机的作战平台 试问这么大 这么强大的作战隐形战斗机平台 而凭坐美国的F-35 当然不是中国歼20的对手 所以F-35一旦被中国的歼20咬束尾巴 就完全不能耍开 更何况在飞行速度上 中国的歼20是凌驾在美国F-35 中国能够飞行时速 歼202800公里每小时 而美国的F-35只能够飞行1600公里每小时 至于对表上最高度的飞行记录 歼20能够飞行2万米距离地表上 美国的F-35只能够飞行距离地表上最高的高度是15000米 这等于是歼20是美国F-35 133%的最高地表飞行记录 所以可以看得出美国的F-35不能够支撑以中国歼20的对抗 这可以说是四处有缘 而且巴特尔上校空军上校一再的称赞 中国歼20的飞行业飞得非常专业 而且歼20的飞行的飞机构造与作战水平也是十分的高 这证实是歼20是凌驾在美国F-35的作战水平之上 所以最近美国的F-35隐形战斗机也是发生了一年串的坠机事件 而且美国的F-35与中国的歼20对抗处于下风 所以更有消息传出美国的智库想盗用歼20的隐形战斗机的秘密 所以现在美国的F-35机群造回从它的作战群和航空母舰上 而采用黄蜂型战斗机代替美国的F-35 而置于美国的航空母舰之上 美国是想改造F-35的B处 就是它的短处 看如何能够克制中国歼20在电子方面的作战水平 与种种的列处 等待美国F-35能够把其B处改为强处之时 而让美国的F-35隐形战斗机 达到中国最低歼20一般的作战水平 能够以中国的歼20战斗机对抗时 再重新推出F-35战斗机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F-35ABC3型的隐形战斗机 积极从全世界调回维修所 加以维修 而不提供任何的一切资料 而且至于美国的F-35隐形战斗机 与中国歼20的隐形战斗机 如果在近距离的空战中 从种种的科学数据的分析 就是说 歼20能够飞行2800公里每时速 而美国的F-35只能够飞行1600公里每时速 而最高高度 中国能够飞行 歼20能够飞行2万米 而美国的F-35只能够飞行1万5000米 而美国的F-35只能够飞行最远的距离是2800公里 中国是6000公里 等于美国F-35最远的远程作战距离 而两机之间的最高取舱的重量 F-35是30亿吨 而中国的歼20是37吨 所以种种数据 科学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歼20是属于 美国F-35更新一代的作战 隐形战斗机就属于第三代 而美国的隐形F-35是属于第二代 这就是两机之间的最大不同 而且想想一分钱一分货 美国F-35已经建造了30年 肯定它的电子作战水平是属于上一代 而且它只是花了美金800万 而中国歼20是花了美金1200万 整整多了400万 所以可得出中国歼20肯定在数字上 是更凌驾于F-35之上 这正是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美好货 而这次美国的F-35飞抵中国的东海 完全没有办法察觉 中国的歼20从后方 侧坐进入美国F-35的尾巴咬住 这一个吐如其来的从后面的出现 咬住美国F-35的尾巴 中国的歼20随时可以发射 P-15飞弹空对空导弹 直接就可以把美国的F-35挂掉 所以可见 种种的数据以总统的作战水平 中国的歼20要除掉美国的F-35战斗西 是一如防长 这就是美国的F-35紧急的调回 以加以抢修与改造 让美国的F-35战斗群 能够达到中国最低 歼20的转战水平 一支更最新的消息 美国F-35与中国的歼20 隐形战斗机的对抗 请看下机的中美大战 美国F-35对阵中国PK 中国的歼20隐形战斗机 这也是全世界第一中在东海发生的 第五代隐形战斗机作战记录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机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认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我认诚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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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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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诚的呼喊 找不封一直她 我这老定可以 抱账 我认诚的呼喊 手槌 导致我 有两 Pand 不尽 时光满尽相悲 冷骨勤 啊 看哪 不尽心花了太一点 啊 看哪 好不由于开启下雨 黑暗色里 这永恒的距离 黑暗色里 没有可能将你 拥抱所有的是你 黑暗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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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没怎么出现 黑暗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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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在这里 作为道德假象的你 抱歉只能致敬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共进 替代爱意 到底是我 我是你 无人能够感尽 时光满尽相悲 冷不清 你 啊 看哪 不禁心慌惹 再一点 啊 看哪 好不禁心慌惹 开启下 黑暗色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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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